2023年12月初,我们来到阳光明媚的California Santa Cruz,观看迁移到这里过冬的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ies。 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ies,因其大规模迁徙而闻名,他们会在北美迁徙数千英里。 坐基山脉Rapis Mountain,以东的种群迁徙到墨西哥,而西部的帝王蝶种群则迁徙到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地区。 与许多迁徙物种不同,完成往返的并不是一代帝王蝶,而是在迁徙过程中,生命周期跨越了四代。 帝王蝶在一代生命周期中经历四个阶段,一年内经历四代。 帝王蝶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是卵、幼虫、毛毛虫、永和成年蝴蝶。 这四代实际上是四只不同的蝴蝶在一年内经历这四个阶段,直到重新开始第一阶段和第一代。 在二月和三月,最后一代冬眠帝王蝶从冬眠中醒来寻找配偶。 然后他们向北和向东迁徙,以找到产卵的地方。 这开启了帝王蝶新年的第一阶段和第一代。 三月和四月,卵产在玛丽金植物上。 他们孵化成小毛毛虫,也称为幼虫。 短孵化大约需要四天。 然后,小毛毛虫除了吃掉玛丽金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来成长。 大约两周后,毛毛虫就会完全长大并找到附着的地方,从而开始变态过程。 它会用丝将自己附着在经货业上,并转化为勇。 从外表上看,勇气的诗篇似乎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期。 在勇内,毛毛虫的旧身体部分正在经历显著的转变,成为变态,成为构成即将出现的蝴蝶的美丽部分。 帝王蝶会过勇而出,飞走,以花斗为时,享受它简胜的短暂生命,大约只有两到六周。 第一代帝王蝶在产下第二代卵后就会死亡。 第二代帝王蝶在五月和六月出生,然后第三代将在七月和八月出生。 这些帝王蝶将经历与第一代完全相同的四个阶段生命周期,在成为美丽的帝王蝶后两到六周死亡。 第四代帝王蝶与前三代略有不同。 第四代在九月和十月出生,除了有一部分外,与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过程完全相同。 第四代帝王蝶在两到六周后不会死亡。 相反,这一代帝王蝶会迁徙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等气候温暖的地区,并将存活六到八个月,直到重新开始整个过程。 帝王蝶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迁徙,总是生活在温度保持在冰点以上的地方。 洛基山麦一溪的帝王蝶每天飞行长达100英里,总共飞行约2000英里,到达加利福尼亚沿海的安树林,蒙特利松树和蒙特利柏树林,Eucalyptus, Monterey Pine, and Monterey Sagres Groves。 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地区多样的地理环境,漫长的海岸线,多样的地形和独特的小气候,有利于帝王蝶在冬季生存。 温度和湿度水平在允许帝王蝶舒适治愈的范围内。 这些森林的沿海位置还可以保护湖蝶免受极端寒冷的影响,并提供稳定的环境。 圣克鲁斯、Santa Cruz等地区气候温和,气温很少低于冰点。 这些地区的岸树、蒙特利松和蒙特利柏树为蝴蝶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 为帝王蝶冬季创造了理想的条件,温和的温度、湿度和提供防风鸣的森林。 这完美的结合确保了蝴蝶在寒冷月份顺利过冬。 加州沿海森林的温度分布使帝王蝶进入治愈期,较短的白天和较低的温度会引发帝王蝶的变化,导致它们进入治愈状态,一种半冬年的形式。 这意味着,在夜间和白天较凉爽的时候,蝴蝶汇聚集成几乎一栋不动的鸡群,只有在气温达到55华氏度以上时才会变得活跃。 治愈是帝王蝶生命周期中至关重要的生命状态,使它们能够保存能量并依靠储存的脂肪储备充存等的冬季,并补充质量的花蜜。 沿海森林还生产本地和非本地开花主,确保帝王蝶在逗留期间能够获取花蜜。 澳大利亚安住于1850年代中期被移住加利福尼亚州。 这些高大比值的树木在冬季开花,为帝王蝶提供了适应的花蜜来源。 加利福尼亚州的天然桥州立公园是西部帝王蝶种群的主要月东地之一。 据加州公园称,虽然加州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有许多月东的帝王蝶树林,但该公园是加州唯一的州立帝王蝶保护区。 天然桥州立海滩浅峡谷中的安树林为帝王蝶度过冬季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 根据天气情况,11月和12月通常是在天然桥州立公园观赏大量月东帝王蝶的最佳时间。 12月初,我们参观了帝王蝶保护区。 据树林里的讲解原称,捕查结果显示有7000只蝴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